哈囉,大家好,我是Sankei,我是Sankei,我是Sankei,大家好 那麼今天幫我為大家帶來一趴大獎,藍得難的實戰解說 好,那大家懂,總說這個一趴大獎很爛 所以今天我們就特別挑了一個比較難的關卡 也就是三豐摘熱騎 來讓大家看看他到底有多爛 不,我就說他的這個隊伍的極限在哪裡 好,那首先呢,這一隊玩起來要有一個 算是比較基礎的操作 就是你盡量的話可以拉這個角色珠 並且要確保說這個角色珠 他在你消轉的時候,會在最底下一橫行的地方不會被消除 因為他這個隊伍技能是 他會炸掉最底下一橫行的符石 那如果說炸的那一橫行符石裡面有特殊珠 比如說這個角色珠啦,或者是其他的負面珠的話 那這樣整隊的傷害會隨之提升 所以這一隊我們可以用這個小技巧 來去讓整個傷害、平坎提升蠻多的 好,那我們來到第二關這邊,洗到庸子跳起來之後 那這隊我們的暴力程度就往上提升一個檔次 那我們可以透過開蘭德男他本身的主動技能 點三個不一樣的符石 就可以讓整版變成人竹珠 那這個人竹珠也就是我們剛才所謂提到的這個特殊珠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人竹珠 他這個消完會降在最底下,進而引爆這個人竹珠 就可以獲得整隊的最大倍率 不過這邊比較難的事情是 我們要消五combo首消又要疊珠 然後到七combo的天降 才能夠解敵方的盾牌 所以這邊你可以發現到最後我們是爆了四個特殊珠子 那這個傷害就非常的可觀 但是直接來到了幾百幾千億都是有可能的喔 好,那接著呢 由於我們左上方有一個七combo以上 才能對敵方造成傷害的負面狀態 然後這邊我們直接看蘭德男 點三個一樣的符石 這樣子就可以除了可以轉出三顆人類珠之外 另外一個用途就是直接加combo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我們把這個彌豆子的角色都放最底下 然後並且在彌豆子的右邊還有一個水人珠 那把這兩個特殊珠炸掉之後 那十三combo就直接揮出了百億的一個傷害 可以說是蠻誇張的一個傷害喔 畢竟這邊還沒有開米豆子就有百億了 好,那接著呢 我們這邊把米豆子再開回來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利用這隊的隊伍特性 也就是如果你有消到角色珠或者是特殊珠 那就可以直接無視這種工錢盾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角色珠留在最底下 好,再把它炸掉 就可以出發最大的一個倍率 直接無視這個工錢盾 那直接把他們三個小怪打爆了 好,那我們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這裡 我們遇到這一隻索爾 它是有這個電擊珠 那要比較特別注意的事情是 電擊珠對這隊來講也算特殊珠喔 所以我們把電擊珠留在最底下 並且把它炸掉的話 這樣也可以觸發到一個增傷的效用 好,所以我們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們除了留角色珠之外 也把電擊珠留下來 好,那這邊就直接 雖然說這個傷害不是很亮眼啦 只有十幾億左右喔 但是,這個 我們主要是開庸子之後才會暴力一點喔 所以這邊我們主要的工作 還是洗一下技能 然後把庸子壓在 看有沒有機會開起來 那這邊還要 這隊還要玩得好的 還有一個特點是 必須要 多消點火珠 整隊的傷害才會比較高 好,那這裡的話 三十億,好,沒有問題 這邊不得不帶走了 所以我們就 直接開左邊的 藍德男的主動技能 那並且把這個電擊珠子也全部點掉 那可以發現到這邊 我們在轉租的時候 其實這隊也是 這隊比較難操控的地方 就是你必須要 去想說你的角色珠拉 或者是特殊珠子 可不可以在最底下一層行 然後不會被消掉 這樣子才能觸發最大倍率 所以這隊其實相較於其他 呃,隊伍來講 是比較動腦的 好,但是 如果說你玩久了 就 如果習慣這個體制的話 這隊反而是 滿好玩的娛樂隊 是這樣子 好,這邊選擇洗衣盒技能之後 庸子跳起來 我們再做一波大爆發 好,這邊 選擇是開上 右邊的藍德男 其實這邊有點失誤啦 這邊應該是 要 留左邊的藍德男 去爆發的 因為 這個 庸子 加成的情況下 左邊的藍德男 在開上主動技能 有自身救王拳的情況下 會傷害會比較高 不過這邊 即使在 開左邊的藍德男 的情況下 右邊的藍德男 的情況下 這個 沒有 引爆到特殊豬子 還是有機會 把敵人帶走的 對,達了100億 但敵人好像有點厚 呵呵 好,沒事 這邊有點小更新 那我們這邊就 有點尷尬 但我們 還是可以 疊住一下 那這邊就有保險一點 所以我們就開了 這個 順的減傷 就即使我們可能沒疊到 都還有機會 來補救一下 好,不過這邊手轉 還可以 好,就算有疊到 那除了消這個 特殊豬之外 那也要記得消火豬 消火豬 才有這個傷害 好,這邊很順利的 帶走了 沒有問題 好像說失誤蠻多的 你可以發現到 但是 這個 我們還是把它 補救回來了 這邊敵方是 7combo 手消的 盾牌 那這邊 其實就可以 直接轉 那這邊 打比較保守一點 我們還是開了 難得難的技能 這邊做一個 手消應該就可以 直接帶走了 好,手消 7combo 沒問題 那你可以發現到 我這邊 故意 最頂的 一橫行 完全沒有消除 並且留下所有的人類豬 這樣就可以達到這隊 最大的一個倍率了 好 這些人類豬全部被炸掉之後 可以發現到 揮出了200多億的一個傷害水準 非常的誇張 好,這邊我們就直接 呃,開順 減傷 然後就慢慢的洗過去 不過這邊可以發現到 這隊一個特性 這隊在打這個連擊盾 其實是蠻快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 咚咚咚咚咚咚 欸 尤其是這邊 最明顯 咚咚咚 因為這隊銷到這個特殤償子 會有連擊 所以打這種連擊盾 對這隊來講 不是太大的難處 好像這邊一樣是疊新珠 不過在疊珠的同時呢 如果可以讓角色珠放在最下面 會是最好的一個選項 看一下這邊 哇 抓很多 然後把這個蘭德南的角色珠給炸掉 這個傷害就直接出來了 揮到了近百億的一個傷害水準 好,那接著來到下一個血條這裡 需要消五鼠強化盾 這邊我們選擇洗一下技能 那這隊有一個好處是空轉也有機會 可以洗到技能,只要你沒有消珠的話 還是可以減傷加減CD,而且還能回滿血 好,那這裡我們選擇關掉庸子 製造出五鼠強化的版面 那左邊的南德南開了之後 記得點三顆一樣的符石 這樣他才可以有自身的界王拳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靠這個界王拳 看有沒有機會,把敵人給帶走 這邊還拉了左邊的南德南的角色珠 把這個爆發撐到最大 好,這邊在克屬的情況下 還是打了兩百六十億 所以這隊只要你的方法用隊 角色珠能夠在最底下被引爆的話 他的傷害還是可以很出來的 好,那這裡這隊的血量也是一大的亮點 就是有八萬的血量 那這個只是隨便組的 也沒有特別撐血量的隊員 那敵方這邊的技能是打爆一個敵人 會自爆四萬的血量 所以這邊打掉兩個敵人 直接自爆八萬,這隊還是扛得住的 所以這隊在這個自爆的敵方技能來講 也算還不錯 好,那剩一隻的話我們就直接手轉帶走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角色珠擺的位置不太好 擺在那個位置等於是沒有炸到 所以這邊有點小失誤了 不過還是能夠輕鬆帶走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就是沒有 消到角色珠或特殊珠的話 即使你在開雙增傷 常用自傷的情況下 也只有八十億左右的一個傷害水準 所以傷害這個最差蠻多的 好,那這邊就是指定combo盾 這邊就是有消到 就過了 烤手轉而已 所以我們就跳過吧 就去烤你的轉珠 那另外要提的是 這一隊由於 隊伍技能沒有加什麼轉珠的秒數 所以盡量 隊員在帶的時候 多帶一些蛋糕龍科 那你可以看我這邊就帶了大概 兩三個以上的蛋糕龍科 這個轉珠時間才算是夠 因為你還要去 這隊轉珠跟其他隊不一樣的事 你還要去思考說 你的角色珠要怎麼消除 才能讓他在最底下的地方出現 所以這隊轉珠真的比較燒腦一點 好,來囉第九關 第九關那裡的話 是這個加護福石盾 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玩法 就是我們開瞬之後 可以有減傷 那我們把這個水珠放在角落 這樣他就不會轉水珠 那你可以發現到一個很特別的是 他這個加護福石盾 對他而言 對這隊而言也算是特殊的珠子 所以他炸掉也能觸發到最高的倍率 所以像這種敵方的特殊珠子 有時候反而可以幫這隊加攻擊 然後這邊也顯示這隊另外一個特性 也就是可以空轉洗技能 比如說像這樣子 空轉 假如他你空轉天降下來 那個沒有消珠的話 他是可以直接減傷 減CD再回血的 不過這邊 話來覺得太麻煩了 還是直接消珠洗技能 好吧 不然硬要隔開的話有點難隔 那邊有一個水珠 後來就一康洗技能 但這隊是可以空轉洗技能的 好 那這邊你直接帶走 完全沒問題 直接進入王冠 好 那王冠第一條血條呢 主要是強化盾而已 不過他擁有百億的血量 所以這裡的話 還是開個爆發 帶走 這邊選擇是兩個爆發都開 那左邊的難得男 由於這個庸子的加持情況 所以點三個一樣的符石 我們點了三顆星珠 這樣子他就擁有自身的界王犬 這樣整隊的傷害會比較高 那這個 這個第一條血條 其實對難得男來講 是一個比較棘手的敵方 因為他是強化符石 也就是你要消強化珠 那個屬性才能對敵方造成傷害 那你說我有消火強化啦 但是 難得男有很大一部分的攻擊是 無屬性的追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邊即使 火屬性有攻擊 但是 這邊 無屬性跟光屬性都沒有辦法造成傷害 所以等於是 難得男這是 有傷害滿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這個 追打的部分上面 好這邊有一個特性是 我們拉了小米豆子的角色珠 並且讓他最底下一爆 那這一隊來講 他 拉角色珠 就是引爆這種特殊珠的話 這隊長是直接無視這個 拼圖盾的 所以這邊就直接帶走 那由於我剛剛沒有開瞬 所以這邊我們就用 這個 高 高技巧 重開遊戲 然後 再開瞬 因為這邊要記得開瞬 要不然等一下那個傷害會擋不住 敵方有十幾萬的攻擊 這樣子 好 那這邊重開遊戲之後 那這邊我們就把瞬再重新開回來 然後就 一樣 敵方已經沒血了 哈哈 那這邊就是跟阿一樣啦 就是 把這個 角色珠 放在最底下 消除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把庸子的角色珠 放在最底下 然後 把它炸掉之後 就基本上無視這個 拼圖 就可以接過了 那來到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這裡 敵方是必須 不能消除強化珠 但對這隊來講 反而是一個優勢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難得難他也可以追打無屬性 或者是光屬性 這樣子 所以 即使火屬沒辦法對敵方造成攻擊 好了 難得難 仍然是能夠輸出一定的數量 對 你可以看到這邊我們消了火強化珠 那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個打敵人 炸掉一個特殊珠 兩個強化珠 好那這邊的話 就還是有七十幾億的傷害喔 不過這隊如果說有帶瞬的話 其實是蠻無恥的 你可以看到他 可以一直拉瞬的技能 而且瞬根這隊超搭的 你拉角色珠 不消除他也可以直接幫他 這個增加EP 更甚至你開庸子的情況下 其實不太會有按住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嗯 瞬的角色珠是很長 可以直接被 直接不會被消掉 而且降到最底下 好所以這個 瞬根這隊只能說真的是蠻搭的 好這邊決定是洗技能 跟敵方對魔 把這個難得難得的技能 洗到跳起來 所以這邊我們就跳過 那這邊我們選擇 轉完之後開龍科 把他給帶走 應該是非常輕鬆 好那這邊就直接 靠這個追打 直接打過去 不想要是沒有問題的 好現在進入最後階段了 最後階段他會給你整版的 這個邪惡符石 那這邊呢 會需要一個炸板 那我們選擇是 迷豆子跟大哥的組合 迷豆子先整版轉新珠 再用大哥點新珠 把整版新珠炸掉 那最後的話 我們再開難得難 兩個難得難的技能 一個難得難 就是點三顆珠 把這個人竹珠給他製造出來 等一下我們才可以炸這個 人竹珠來有增傷 這邊可以看到炸了四個人竹珠 那僅僅是 只有手銷一坨火珠 一COMBO 一組的火珠 就可以直接揮到了 六百億的傷害 非常的浮誇 那這樣就直接通關沒有問題 好那這個就是 臨時通關的一個過程 那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隊在玩起來其實 說真的 比其他隊伍 要動的腦太多了 你就是 時時刻刻都要去想說 你的角色珠 或特色珠 要怎麼樣讓他 消完的時候 還可以在最底下 被炸掉 所以這隊其實 說實話 只要沒有這個火禁消的關卡 都可以用這隊去打 強度還不算太弱喔 但 現在的環境來講 就是你又要動腦 然後你又要 解這個敵方技能 對於一般人來講 可能就 比較沒有辦法負擔 好 所以我會說 這個難得男 以級外人來講 不用 還算是不用抽的 隊長 但是如果你 就是 很喜歡動腦 很喜歡玩一些 特殊的隊伍的話 然後剛好你又有 抽一些人類的牛捧 那 難得男 其實是 一個真的算是 蠻娛樂型的 需要動腦的一個隊長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心的影片 不用了 請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我新的影片就會訂閱你 我是阿凱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